最近看到国内的新闻有台风和暴风雨 真的对我们平常人的生活影响非常大 在日本平常人家是怎样对应台风的呢 大家好我是远驾日本的金姐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除了地震以外台风暴雨在日本也是家常便饭 日本每年都会有集这样的集体训练 就是说从托儿所到公司上班族 或者是到更高层的人物都会参加这个训练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台风来了 日本的平常人是怎样对应的 在日本的东京地下是修有很多泄洪沟的 还有就是说调水池 当然了这都是国家大事政府的问题 那我们平常人是怎样做的呢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首先大家需要认真的看新闻 看看这个台风走哪了 是不是要路过自己这附近 这个天气预报呢 它是随时会报道的 每时每刻都在报道 到哪个地方了 然后哪个地方受什么影响 然后会给大家看一下 让之后的人呢有所预警 首先呢我们会在这个房子外边做一些对策 毕竟台风来了呢 第一个受打击的就是这个房子 然后呢把这个窗户什么的都给关延了 如果是风非常大的话 需要在这个我们这上面有个门帘哈 就得拉下来 然后呢如果是就是说还感觉不行的话 因为这个玻璃哈万一容易破的话 就把它贴上那个这胶带 里边也是要贴上的啊 这样的话来台风的时候 玻璃破了就不容易伤到人 而且哈还有一种防暴的这种作用啊 就是院子里的这对东西哈 如果是风刮起来的时候 它会砸到房子砸到玻璃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小东西都给收起来 或者是做一定的固定 不要让它飞起来 由于呢日本的电线哈 都是在外边的 在这也可以看这样啊 就这个位置的哈 然后呢 所以说万一刮断了就没有电了 所以一定要准备这个停电工具 那呢就是在来临台风之前 你一定要准备好自家需要的食品和饮料 然后呢日本呢 它不光是电视上一直往广播 而且呢它每个就是说 这一块里都会有一个大喇叭 然后就告诉大家啊 现在到了什么情况了 必须避难了 或者是到了紧急的情况了 大家把窗户弄好 有这样大喇叭在宣传 手机上也会有这样的信息 就是非常紧急的信息哈 就是那个声音就是警报的声音 在台风来临之际 你要做的就是待在家里 跟你的家人待在家里 不要到处乱跑 这样以保证自身的安全 其实呢天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每个人都有可能碰到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来应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看了呢中国的这个新闻呢 感觉非常的痛心 真的是没有办法哈 因为人呢 所以呢我们只好想办法应对 把损失减到最小 那好了今天的这个对策呢 就给大家介绍在这儿 那今天晚上呢 我跟我老公 还有我儿子呢 要去看一下烟火大会 所以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缓和一下心情 虽然呢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还应该高高兴兴的过下去 我们面前下来了 我们来两个小月 我们下注了 现在让一点点 我们下注了 车子 在冰子软爪 落魂的方便 我没有收开 净 hvis我只是买来 我会变得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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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